你整天都叫我先看了 好啊 我就看了 我怕你啊 不用說那麼多 你選出一套作品 我陪你看 看得慢過你 我馬上收散 不選正契弟 不說話 你這個串串串 一天到黑只懂得選什麼 少年針 媒體 小學館 玉王朝 全部狗屍合拾味 我於dat one開始都說這套是不行的 是不是 還叫我看 都想我死 所謂按本齊屎 出名門 你這兩個人 遲早落地獄的 大伯爺 好,休息一會,稍後回來動漫戰隊和他再說一遍 歡迎大家來到新一集動漫戰隊,大家好,我是Sunny 我是阿軒 我是阿石 我是大王 今天我們四個在這裡,跟那些說話就不是鬼鬼祟祟的 因為他不是中國的,所以他會追著小孩子來咬 即是中國那條才不會追著小孩子來咬這麼多人聲 這條就會的,追著小孩子來咬 這樣 那今天講國產007吧 沒錯 有動畫版的 有,有,有,可能有 真的有波傳給他8V圖 那今天不是講國產007的,今天不是講周星馳的 不過今天嚴格來說都不是講動畫的 因為今天要講的作品就是鎮過師奶 那就是一套電影作品來咬,而且是絕對真人做的 就不是動畫電影來的 那今天就講一下這套作品 至少近來都是算成中熱話 就是有很多人看了出來都很有意見 而且日本的票房都收到非常之厲害 其實他之後就是到私下列車 他之後到私下列車 就是在話題上 因為早上他上完之後才到私下列車 來,巡迪馬文,巡迪馬文,巡迪馬文 巡迪馬文,在座四位看完的 不是在座三位看完的 即是我就看了 看了,錄影了 看了 OK 那今天有沒有其他相關的 或者不相關的消息要說一下 先說一下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TGS正在搞,但是到時候看看集瑞那邊怎樣 我只知道今年的女兒很差 即是你看了那些照片 看了那些照片,很差 你不要一會又在那裡說一些不知什麼女兒的東西 又被人說是密化女性 不所謂,你不就說 是啊 你又不知,待會有close file你又不要搞 沒什麼其他特別的說 那就說回今天的主題 其實《真哥斯拉》 日本都很一段時間就沒有拍她自己的《哥斯拉》電影 其實之後的《哥斯拉》電影,即是近那一套 都不是日本拍的 就是鬼佬那邊拍 那家什麼傳奇那家電影公司那一套 那一套的故事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說有兩隻怪獸去搬東西 然後那隻《哥斯拉》就很不抵得他兩個東西搬 那就要過去阻礙他們去搬東西 阻礙人搬東西 基本上那兩隻東西就是Peter G那款 就說《哥斯拉》阻礙人搬東西被人燒春袋 而最後《哥斯拉》就不用被他燒春袋 就只是搞定了一兩個人 接著要走 就是這樣過去的那套電影 雖然說那套電影各方面都算厲害 始終荷里匯級 但是論作品的討論點來講 就真的要說今天這套就會比較多 其實這次這套由名字開始 都已經花了一些心思在那裡了 因為他無論在什麼場合上去展示的圖片 其實他上面這個 即是《真哥斯拉》這個字 他都是用日文的片減名或是平減名 我不知道那個到底是片還是平 總之是展示出來的 因為這個字是可以有很多重的解釋 譬如是《新哥斯拉》 《真哥斯拉》 或者是《神哥斯拉》 你看到裡面其實有不同的解釋 其實都是可行的 所以鵬野大叔自己也在說 其實他故意保留著這個方法 就是因為讓大家能夠多重解讀這個 而他也不給大家一個答案 就是他一貫風格叫大家自己去救股 而且最重要是他自己本身 都會喜歡特攝這方面 所以令特攝民很期待由他來做 因為你覺得由一個喜歡特攝的人去做 那應該會有些東西可以看 看完《青之院》之後 他經常在裝鹹蛋超人 我還會想他會不會裝哥斯 在那個片場就嘩 即是你知道他剛才揹呢 就會變成張達明了 即是會發粗龍出來 其實看回 我覺得基本上我的節目 沒有由不講這個作品 因為叫做有些不關好戲事 有些叫做Sidetrack搞笑的東西 我之前有一集是講特攝的 特攝那集 我們就講了一些不同特攝的類型 有些什麼特攝的系列 那時候還可以說 哥斯拉自從2004年 哥斯拉終極之戰之後 隔了十多年 日本都沒有再拍過哥斯拉的電影出來 就不知道日本會不會自己再拍 那集好像是星期六日去錄音的 那星期二到出街的 然後星期日還是星期一就已經有新聞說 日本又會再拍哥斯拉系列電影了 那時候又是挺好笑的 因為那陣子我好像經常開啥中啥 Sunny你一說 冒險王彼得很多年沒有連載 那當然突然轉頭又是連載再起的 那陣子好像開口中 你講Hunter 會員見都差不多會完 那沒辦法 我們這些受到重視 其實我們有內部消息而已 內部消息嘛 不是有內鬼是有內部消息 有內部消息而已 但是我們有內部消息是打自己念的 是吧 就是自己出街 用一些比較窄的方法去公佈而已 這叫做不要那麼張揚 反正的 那叫做彈結了一些他一般的背景 其實這個作品就 他要講些什麼就稍後再講 那不如現在介紹一下班底先 雖然剛才提了一些名字出來 班底你最熟 熟過監督 那今次這套作品的監督就是暗夜壽明 那如果你說暗夜壽明 大家認識他相信都是因為Eva 那當然他以前其實已經有負責了很多其他的作品 那要講他的歷史什麼 什麼整年發偶鬥啊 之後去幫公其進等等 就今天不常講了 因為我們今天講哥斯拉的關係 主要就講多一點他和這個特攝的關係 其實這傢伙是很喜歡特攝的 喜歡到有兩樣東西 最初那時候好像是說有個不知什麼的技術 即是以前的SF那些古老技術 他就想保留 所以後來就搞了一條片 叫做巨神兵在東京出現 那條片你看完就看到很多一些很古老 拍攝這些特攝 怪獸片用的技術 而其實都基本上是承認的 對方為什麼會找阿美壽明來搞 其實都是看到你對這方面有興趣 你有熟 你又喜歡 那就找你來搞 當然阿美壽明這些人每次都跟你說 其實我不想拍的 因為那陣子的壓力又很大 我不知道他有什麼壓力 他經常都說自己在看Eva 其實我收到這個request的時候 我是他自己的 你不可以叫我拍 我馬上馬上出去拍 很熟 這個時候來時候我是主角 因為我覺得不能你交我牌我做牌 你唱完之後 我忘記了 你先找歌詞唱完 你不唱完吳牧 其實搞得了 其實那條片也相信是令電影方 會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對閘少有愛的人 所以想交給他拍 是 所以變成就有點驚喜 這件事 阿美壽明其實我看資料 他之前也有拍過那些叫真人的電影 當然是不收的 也沒有人留意 其實導演戲說什麼 完全沒有人留意 我找都找不到資料 可能買了DVD資料 看一下吧 搞得好像地下影片 好像 不是特別做到話題 他之前那幾套 但是都是什麼怪獸超人 當然不是 是普通片 所以他這次開正自己這份 做怪獸片 自己又喜歡 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很多Eva的元素都搬來這邊 也有很多人應該跟我一樣 因為《鵬野神明》這個名字 然後再去看這部電影 你始終突然拿出鵬野的名字 至少這部電影 也吸引了一百人 想看看什麼事情 這個會是這部電影的其中一個兼命 因為《鵬野》的影片最出名 就是看完 原本你打算看機械人片 無緣無故講神話故事 然後你原本以為愛情故事 那部FCLC 那部完全不知道什麼 看完也會是 總之它是 一個將原本那個系列 你以為要這樣玩的規則的人 完全改了人 所以聽完就覺得美國那部歌斯拉 就是之前那一部 剛才說歌斯拉 阻礙人幫你一套 那一部電影 那一部電影 可能電影就會把她們 拍成愛情故事 就說了 兩隻怪獸 叫什麼 愛恨前面 然後那隻歌斯拉 第三隻 許文強搶親 就搶回那一部電影 對 歌斯拉 跟那隻男人在中學的時候 是名女 然後被人混亂了 請問她讀什麼學校呢 你不要管 宇宙大怪獸我都可以 所以其實就是 剛才說的東西 她喜歡改 大家期待都是看這件事 順便搶一腳 你這個混蛋什麼時候 有空做Eva 但她又接了新項目 是嗎 又你 好像有傳說 這部電影拍完 不想拍續集 就是要去處理Eva 好像有聽過這句話 但她接了新項目 她繼續不打算拍Eva 那Eva粉絲 頸都長了 你還是等下先 那鵬野這方面 還有沒有什麼補充一下嗎 都沒有什麼 如果有興趣 就像剛才Sunny說 看看青枝艷 就知道這個傻子 以前發生過什麼事 她說的群人 說的群傻子 那班底就 除了鵬野之外 也有另一個名字 即未計議員那一陣 都會是幾響當當的 那這裡就 到Sunny熟一點 日本特攝界的大師 這麼厲害 通口真治 但是為什麼你仰了小加這麼壞 我真的很欣賞通口真治導演的功力 通口真治是1965年9月22日出生 日本的特技導演和電影導演 很少見你報出生日期 應該有些東西 有血型也報 幾重幾高 她個人的作品有很多 包括這個冒險少女拿丁亞 是做一些導演和分鏡的 也有那套叫什麼銀行冒險戰隊 好像我忘記了中文名是什麼 也擔當過 香港人比較認識的 當然會是日本沉沒 還有沒有記錯 好像有一些舊的加美拉 也有去發 對加美拉都有的 加美拉和加美拉2都是她的 其實她也不是跟這個 鵪野合作過的 因為這個EVA的劇場版 AIR和《真心為你》 應該是同一套 她是有幫忙做特技導演 分鏡本的 加美拉3都是她的 其實1992年的時候 她都拍過《哥斯拉對摩斯拉》 《哥斯拉對摩斯拉》 《哥斯拉對摩斯拉》應該是她的 已經有份了 不過她不是幫忙做任何事情 她是幫忙做戲 她是扮演在名古屋電視塔裡面的男子 噢 她是真的做戲的 《飛月顛峰》原來也有她的份 她也參加了很多事情 EVA好像也曾經做過一兩集的劇本 劇本? 即是不是去Motion版EVA 對 EVA的序 即是那套remake劇場版的序 其實她也有份 新劇場版應該叫 但是令阿新叔 你會這麼認識 《通口真志》的名字 我相信跟剛才你說的那些作品 全部無關 無關 那你不如說一下 日本《沉默記》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這特技很差 但我沒有留意誰做的 你沒有記名 沒有留意誰做的 直到兩年前 我看過這個《進擊的巨人》 真人版 真人版 嘩 我看著 《通口真志》 我這輩子都記住你的名字 我看著 《通口真志》 你真的無論得輸 那些特技令你異常地感動 嘩 很感動 當你看著 在Trader的時候 看到六十米巨人 那種紅位 還有到你真的入場看的時候 阿達扔六十米巨人 其他那些流羅巨人 是整個李詩煙這樣跑出來的時候 嘩 我看著 這個人真是一流 好像李詩煙的 你想吵他 哈哈 再加上 再加上這個 軒哥真是突破漫腸 那個立體機動裝置 立體機動裝置 那些未完成的退地 蛤 未完成退地 對 你會看到 屌尿這傢伙就摔邊 但講一下 哈哈哈 我看著即是一流一流 美代警察的 importance 如果各位 是還沒看到真曲絮 但仍沒看進去巨人的話 我覺得你是有必要回去看的 千萬不要看 起碼也要看第一集 就是啊 第一集比第二集更精彩 你覺得是不是日本電影史上 都難得一件作品呢 我好難找啊 你真的要 和他評級也真的好難 看來你對他的特技也挺有意見 除非你去到火星二種 也是他的嗎? 三次從事的 除非要去到那個層次 你才能夠挑戰到他 即是挑戰他的底線 是啊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他很一念令真地說這句話 但因為三次從事是做導演 特技未必關他的事 但到底實際誰幫他做特技我還沒找到 三次從事的名字本身都很響 所以火星二種那次真的很容易掃 也不知道什麼事 可能投資者沒錢做特技 不過那套算了 今天不要說了 即是一說又收不到新叔 班底講了兩個幕後最大名的兩位人兄 接著要講講其他的名字 那些演員 男主角長高穿博己 女主角石原李美 還有第二男主角這個足野內豐 是一些比較大名的演員 但其實在裡面見很多出場的角色 演員 其實如果看得多日本的戲或者劇 都覺得很熟口熟眠 我覺得很集合了幾多 大家很認得的人一起做這套 而且如果你有看過《進擊的巨人》的真人品的話 你是會找到長高穿博己和石原李美出來的 接著你會很開心 所以當我看到這套戲 我最初其實就不特別期待 但看著你會這樣上也一定會入場看的 但當我發覺是《通口真寺》 長谷穿博己和石原李美之後 我就 嘩你真是扯其 哈哈哈哈 你對著誰扯其 《通口真寺》 三個加起來 是整套戲 是整套戲 即是對著海報 你真的聽到歌詞這三個字都已經扯扯了 那你現在正在扯了 所以你真的不要開玩笑 現在沒事 因為看完電影已經滿足了壽星 幸好那時候看電影不是坐在你旁邊 有時候真的 那證明什麼 你喜歡EVA的朋友 或者你喜歡特色的朋友 你可能聽到 鵬野的名字 走大興趣進去看 然後有一班人看完 最激的巨人笑了獲金 聽到空口真寺的名字 又進去了 應該找不到這些 找不到嗎 難一點 我很少認識到人 是為了他特技好差 進去看看 衣群又少中一點 所以總之怎樣也好 他那班底真是各個名字都吸引 甚至在日本那方面 你有足野內蜂 長谷邨 一掌長谷邨 我好像說錯太三 不知道有沒有好像說錯 說了馬達奧 你看了太多了 還有石炎李美 其實有這幾個演員 本身的名字號召力都很強 所以哪一邊都好 票房都收得非常和美 是的 那班底就差不多 接著就講一下故事 說一下故事說什麼 故事其實很簡單 東京灣那裡 有個哥斯拉出現了 完 其實哥斯拉這些電影 我經常都很認真 他的故事你可以說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有個哥斯拉走出來 大家面對他如何解決他 以前其他哥斯拉作品有時候不同 就是會多了幾隻怪獸 那哥斯拉跟那些怪獸互抽 其實老實說 你說很核心的故事 都差不多是這樣 表面上 基本上怪獸片 多數都是 有隻怪獸出來搞事 或者有些怪獸出來搞事 其實怪獸公司也是 都是有些怪獸出來搞事 你這樣理解都可以 但是這部怪獸片 就看看每一部電影 他有什麼訊息想帶出來 這件事就在這套哥斯拉 都幾不同 講得幾多 這方面 就是去探討那個設入點 就跟以前那些設入點有幾不同 而這套雖然說 故事是說 東京有隻怪獸出現了搞事 搞風搞雨 但是其實他最主要就是圍繞 因為你看一些平城方面 始終風格已經跟再舊的哥斯拉不同 那些人很集中是怪獸決戰 所以有很多戲名 像是哥斯拉 VS機械是哥斯拉 哥斯拉對太空哥斯拉 對三頭龍 類似的 他講他如何跟另一隻怪獸打 而打的時候 人又如何自保 如何嘗試搞定他們 之類 而這套戲就有點 真的回歸舊一點的哥斯拉感覺 總之經過若干的原因 就有一隻哥斯拉出來了 即是那些污染之類的東西 其實說得很明白 那些人把那些廢料直接丟到海藏 所以應該是這個關係 刺激了某些生物的進化 然後就變成現在我們看到的哥斯拉 那哥斯拉出現之後 他的故事最主軸 都是講一些人 即是那些政府官員 之類 就是如何去解決這件事 但是最不同的是 以前那些人 你見一幫人 搞盡腦汁 然後去解決這件事 就是整個事情很認真 這個認真意思就是說 你在開會的時候 就不會讓你笑的 現在開會 就同時會反映到 很多官僚的問題 在日本 主要就是311過後 因為那邊真的看到有若干 可能政府的運作很奇怪怪的 你不知道做什麼 那些官僚制度 亂來的 腐化了 他就在那裡 不斷滲入這件事 還有其他東西 加進去 所以這套 就是看人 那方面 是比哥斯拉更重要 我覺得 是的 因為他裡面開會的情節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 一些網上的新聞 你也看到很多人說 開會佔了七成 哥斯拉也只有三成 那 這個是一個 以客觀描述來說 他是沒有錯的 是的 但是他開會的情節 其實並不是沒有用的 而他裡面其實是 跟我們以往看的特殊片不同的 就是以往特殊片 你會看到一幫契弟開會 去危急災難應變的時候 是通力合作的 而這幫暗家產 就是互相卸博的 是的 你以前最多只是 會偶爾有一兩條人 是想著 趁這個機會奪拳 支援那些事情 但是這幫人 沒有那麼勾心鬥角的 純粹是我不想背鍋的 他們一直以往 很窮的哥斯拉 以前有些就是 你的哥斯拉跪踩我的場 摸你一階 我不打你 我都不放你走的 但現在就是想跟哥斯拉說 你走啦 我不想搞大去了 求求你走啦 你走啦 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所以基本上 這個哥斯拉就是 按照我剛才說 有隻怪獸出現 然後整幫人 表面上解決這件事 但其實是解決不了的 就越搞越禍 越搞越禍 到最後 就終於有個 真的做事的人出來 其實都是遭到 很多人的反對 這個人 但是總之 那些人真的做事 他不是跟你說 走啦 我不想搞大他 然後最後想辦法 真的搞定了這件事 解決了危機 所以基本上這個故事 很概括來說就是這樣 那他特別的地方 是他找回來的這班人 所謂高手在民間 因為前面就是講 整班的官員 就解決不了事情 高手在民間 他找了一班 民間的高手回來 我們稱之為窄的人 家裡磚 不善社交 死肥窄 那些這樣找回來 但是就是由這班人去想了一個方法 或者研究到怎樣對付哥斯拉 因為他背後其實就說 是有一個博士 本身對這件事 是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研究 所以就說 根據博士留下來的一些數據 是能夠拿回來對付哥斯拉 那個博士是不見了 還是不知道死人什麼 應該他是真空來的 是他搞出來的 我不是很知道對一個博士是怎樣 應該是跳海死了的 而在這個位置 我反而對整段戲 這個博士對我來說 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但是那個博士 我經常會想起 就是小歐山 那個博士 我經常越看越想起 美好世界裡面 搞了一個移動城堡出來的那個人 就是 哎呀怎麼辦 我搞這麼大的事情出來 哎呀大件事我走了 原來真的可以動的 哎呀 你會懂意片 哎呀怎麼辦 我經常會想到那個 當然不是的 這個博士是 他有很多文件留下 而且最後還是解讀他一些 解決事情 他最後解讀文件 那一刻就是 我覺得 我最深印象 對這個博士最深印象的一幕 就是因為他是摺紙 當他摺紙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看的時候 跟我們聽眾的地獄力圖一起看 我們就想起 對這個 這是火鳳療人的城蟹一聚 這是呂布的計劃 就是又是 就是 進點指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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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完才看到那個訊息 就是現在長谷村 就是長谷村拿的那份東西就給了呂布 應該說博士是呂布 長谷村是解讀了呂布的計謀 是的 是這樣的 那 那 若剛 就是我又不會覺得 他是看完火洞去抄他 但是 我很難以為我會有記事感 記事感 這關於個人的經驗事 是的 我又不能夠相信 鵬夜或者其他製作組的人 是看完火洞去抄 我又有點難相信這樣 但是 這一條這樣的方法 其實對比起 我們以前看的哥斯拉 我們跳到下去 一些叫做 作品表達手法方面 其實他是 文章是真的多的 當中開會各有很多 而他裡面其實 開會除了是 focus在怎樣對付哥斯拉上面 其實他是很想指出 日本官僚一些腐化的制度 好像我記得他們一開頭的時候 已經有個討論就是 這次應該找哪個部門去做 你找他們那個叫什麼 那個軍隊 他們那個叫什麼 自衛隊 找自衛隊 自衛隊又不理你 警察又不咬 那你到底可以找誰呢 那種感覺就是 那種感覺就是 你打風氣冷淋了一棵樹之後 你在香港找食環食環話 你要找環保署 找環保署 環保署跟你說 你找路證 他妨礙了馬路 路證跟你說 你要找食環去淋樹 那你不知道找誰好的 這種感覺 還有一些官僚位 就例如 很簡單說 現在有件事發生了 那封了機場去吧 不要搞那麼多事 不知一會兒就有個命令 你冷靜點 先不要封住 你要這樣說 就說什麼 由於現在有什麼事發生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非常擔心大家的安全 所以現在這樣 航空暫時就暫停了 類似是這樣的 總之要寫長篇大論去講幾個字 那就會看到很多 叫做沒有效率的東西在裡面 對啦 另外有一幕我自己挺深刻的就是 就是面對著自己的歌詞 智慧隊都出來了 直升機對著歌詞的頭 準備在那裡 不停搓的 拿著那個東西 然後準備出東西的時候 就在那裡說 已經準備好出東西了 然後就有一層 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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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前線慢慢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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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們會議廳那裡 都要由智慧隊的頭 通知不知道那些人 再由那個人再跟首長說 其實不止是隔兩個位置 坐在旁邊跟他說 等於你現在的位置跟蛇說話 我必須要經過蛇 才能夠跟大王溝通 他有這些 然後手上就說 叫他出東西 然後就要通知蛇 我再通知前線的頭 前線頭再通知基地 再通知直升機的頭 直升機的頭 再通知石灵地位 你可以死 為什麼直升機的頭 跟他說 我婆婆在馬路 行動取消 行動取消 走走走走走 他這些 你聽起來會好像很胡鬧 但其實你看完 你就覺得 為什麼我覺得好像 若君有這幾事 我只是說日本政府 但是為什麼有些位置 我覺得好像跟香港政府有相似 你每個地方 如果你會去套租政府的人 你看到這些位置都會很同感 最重要裡面的鏡頭加起來 剛才說的每個call 那些位置 打電話過去 靠直升機 想射不射的那些位置 他全部都做得很認真 每個鏡頭 他每一個人拿在我的電話裡說 已經準備好 已經準備好 他都會播一次 你把這個鏡頭 我當你把電腦放在電腦 全部剪開去 你放在其他地方 全部最緊張 要聯絡的人 射不射飛彈的那些位置 他全部都拍了那種感覺 但你把這堆 這麼多個很認真的鏡 駁在一起 突然間就有一種很荒謬的感覺 就浮了出來 所以他在這方面 叫做去串那些官僚 是玩得多盡 另外 總統在裡面 其實日本的手信 在裡面其實都幾無能的 你看到 他會不斷詢問各位的意見 其他那些人跟他說 已經是去到這個地步 你沒得想的了 做吧 那做吧 然後有些什麼 新的消息出來 大家怎麼看 對 其實在裡面的手上 是沒有扔過他的方案 或者他沒有很主動去做一些決策出來 他是被人強迫出來的 你會看到 其實都有一點點 表現到他們 其實對現在日本政府的 躍江北門在裡面 所以那些文氣 現在基本上 你看到那些 comments都很極端 有一邊有一邊有些文氣會說 喂 那些文氣 完全說了現在的不好的東西出來 但有一邊可能說 喂 很多文氣 我不知道做什麼 很悶 那如果阿蛇或者軒哥 你們看的時候 你們是哪一種感覺的 我挺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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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時看的怪獸片 那些 那些 那些文氣 就比較悶 就好像那些文氣 很悶 就看他那些 這套文氣 中間 那些位置 不算 怎麼說 我不覺得他拖 還有他裡面 他那些 即是加了一些笑容 就變了你 看得輕鬆一點 那我整個 都沒什麼覺得悶 不過在入場看之前 我很睏 一路看 他人越來越精神 越看越精神 那我都可以的 那如果蛇你呢 你的文氣看的時候 你有什麼感覺呢 這套我就喜歡看文氣的一樣 因為反過來 怪獸片我比較少看 所以我的最大對象應該是超人的影片 超人的影片永遠都有所謂的文氣一樣 每一次臨出場的時候就聊聊機地怎樣打怪獸 那些都是廢話 你基本上發覺他們 說完一陣子 你就在超人旁邊飛來飛去打飛機 就是靠超人打 而看這套影片就反過來 有種感覺是你真的看到 剛才大家說了很多 官僚這件事 手上是廢話跟你說 我出去的那份稿在哪裡 那份稿要讀什麼 那個廢柴官員在跟你說沒事的時候 下一秒鐘就原來旁邊就發生了事 他已經結束到即時打臉 那這些其實就完全是 基本上這套影片我覺得成功的 都一樣是 表現的手法根本不是一套怪獸片 他當是一套政治片來拍的 我嚴格來說 對於現在你311搞到一鍋足了 整件事是一套政治片來的 嚴格來說 那其實我覺得如果說文氣過多的話 我覺得這個評價是不公平的 如果你比較 因為我印象不深 我沒有特意翻看 但如果回憶我小時候看無線播這個 《哥斯拉對機械哥斯拉》這集 我特別記得這集 因為我很喜歡《哥斯拉》 其實都是交談很多東西的 我小時候看的時候更加不懂看那些文氣 我不想知道你說什麼 我只是看著快點打吧 你小時候已經打吧 你小時候已經打吧 我不是說我小時候說粗口沒有完整 總之小時候都是很不滿的 就是會覺得你打你就打吧 就像看AV那樣是要有些劇情 但你沒理由演半個小時的劇情 然後15分鐘播放東西 是不笨合你的 如果那個AV半個小時的劇情 15分鐘播放東西 很浪漫 應該是文藝片來的 是不應該是這樣的 那些什麼隔離不知道多少道陰影的那些 所以小時候看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覺得《哥斯拉》是一套比較多文氣的特色片來的 因為它特別跟鹹蛋超人不同的 就像剛才阿蛇說的 你超人打怪獸那些 它的文藏其實反而 關乎到那些戰隊 那些特警隊 那些特備隊 去應付那隻怪獸 不重要的 通常會研究一兩種秘密武器 但都是沒什麼用的 反而通常就不知道為什麼 明明是怪獸在搞事 可能是危險的 它們會要那個B腳小孩 Cancer小孩 又說要做手術 又要換心 又要換腦 你那個是電腦奇俠來的 換腦 然後又要幫他打氣 然後說哥哥一定會幫你打完這怪獸 所以你都要有勇氣去做手術 低腳那個又說要你做復健 快點踢回球 全靈部都是這樣的劇情 你一定會有這樣的小孩 但是哥斯拉就是一個大人的世界 他是不需要你旁邊的小孩在做什麼 不是有個小孩跟你說 我很想回去探親 你可不可以幫我講 哥斯拉 我沒有見過這個劇情 所以大家的文章本身 你拿超人那個去跟哥斯拉做比較 本身是不公平的 大家的對象群其實是有點不同了 而回歸到最遙遠最原祖的哥斯拉 其實哥斯拉一直帶出來的訊息 就是關於環保保育的 生態保育的一個問題 人類對地球的污染所以產生了哥斯拉 哥斯拉是地球產生出來用來消滅人類這種 細菌或者病毒的一個手段 其實這個東西是重要的 在這一套裡 我想隨著時代的變遷 環保當然是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但是在這個議題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環節 就是走的核能 而其實我跟隔離節目《悶悶悶歲》的主持 阿森哥他聊天 他說其實哥斯拉一直以來都有提到 有關於核污染的問題 甚至乎我自己的評價 我對這套戲 我對《鵬野》的一個不滿 在於他加了很多政治元素 而但是令到哥斯拉原本想提出的環保 保育或者關乎核污染的問題 是弱化了的 其實在這套戲裡面他提到 有關 因為隨處這個丟棄 這個核污染 所以令到哥斯拉的產生 但是其實他解決完哥斯拉之後 其實他沒有特別去再說 到底他們會不會 怎樣去監管核廢料 或者他帶這個訊息其實是帶得不夠 反而他抽官僚那邊的比重 我覺得是多了 我有種感覺是 其實如果你純粹想抽官僚水的話 你未必需要拿哥斯拉這個主題出來拍 我又不是太認同這件事 因為剛才你說哥斯拉就是要環保那些東西 但是我覺得這次這套作品之所以最不同的 為什麼我要跟311要拉得近的關係呢 這件事第一 我不是太認同是 這隻哥斯拉是無緣無故走出來的 我覺得這套真哥斯拉暗示是 人為做出來的 不是跟你再說環保 而是人類自己拿來做一個核電廠在這裏 現在爆了 現在就是不可以救了 那隻哥斯拉一樣 你殺完他 是呀那條蠶魚在這裏 跟你現在福島一樣 整個核電廠在這裏 天天救 怎麼救 根本說的訊息是不同了 所以我不認同 你剛才說的那些說 現在沒有了以前 再說之後環保 因為重點是 現在問題發生了 已經不再是環保 是發生了 那大家怎麼面對一個問題呢 長遠的面對 我明白你這個意思 所以我就說 人家的東西是不同了的時候 正如你剛才說的比較 你說拿超人和哥斯拉是不公平 現在你拿舊的哥斯拉和新哥斯拉 一樣是不公平的 我反而不同意的就是這個位置 因為你拿了哥斯拉這個題目出來做 你差禍了 或者你改變了人家 整套作品這麼多年來的一個核心 而其實你是能夠 即我相信 我相信 是有他的能力 去做一個新的Title出來 而去講回 311 和日本現在的關係 不必然要是哥斯拉 我覺得他是 當然 哥斯拉隨著這個時間的 或者時代的推進 其實他有新的喘息 我覺得不是不可以 但是我不喜歡 所以他用這個表達手法 我不會覺得是 說很差 但是我不特別喜歡他這個改變 因為我會聽到 新叔就會不喜歡這個改變 而蛇他的看法就會覺得 這個改變沒有所謂 OK 但是我就會覺得 首先因為你說表達的主題 是不是講核能這件事呢 其實我反而又覺得 都不是很大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 就是同一個系列 你不同的作品 不同年代出的 那你創作的人 是受他的那個年代的文化 那個政治 或者那個年代發生的那些什麼事 來去創作的嘛 嗯 就是例如好像 戰後 那時候見到好像 日本創作出來的那些作品 全部到尾都要爆炸 炸告好像又被人家炸過來 快要有全家產 那樣的 因為那時候 始終戰後被人扔了 反正意識大 被人扔了兩元子彈 所以他那種 隨時被人末日打到來的感覺 是很重的 所以那個年代 相反來說 創作那件事 就很多人會做這些位置 還有核能那件事 講得很多的 因為他就是受核污染 而去到 後的時候 可能九十年代左右 坦白說那個年代 沒什麼事情發生的 雖然說 你可以說 經濟在社會上有奇怪的事情發生 就是那個社會 其實某程度上 變得挺畸形的 可以說 但其實 感覺上是和平一點的 你又不會突然被人扔完子彈 你又不用怕 你睡不睡覺 就被人扔東西下來 就扔到 你突然間就 命都沒有 所以那個時代 我認為是教育娛樂的時代 就算你看到怪獸系列 就變成一些娛樂感覺 會高一點的作品 VS系列 就會令你有 整群怪獸在那裡開拖 整群像東星打 東星打 洪興那樣 在那裡開拖 很爽的 所以在娛樂的年代 但你回到現在 311過後 始終那邊這件事對來講 真的衝擊 可能真的 差不多好像以前 有種被人核灰染 有種冰淫成下 隨時出事 很害怕的感覺 其實是很影響到他們那幫人 所以他們在這個文化環境下創作 我覺得會有這一套 這麼反對官僚 這麼將官僚腐化的東西 擺出來的作品 其實都 我覺得都叫做可以接受 當然如果你重回 因為始終這句話題 也是萬年 topic 你創作 需不需要跟回 原本的訊息 還是你可以自由發揮 這件事你放回其他系列也有 例如高達 有些人覺得 Bill Fighter這個系列 你不要理會試好不好 試試我先放開 先拿Bill Fighter出來 有些人是覺得 Bill Fighter這套東西 本身是不應該存在的 因為裡面不是說 以前阿富爺最舊的概念 所以我見到Bill Fighter 我不管你哪一套好 全部都是雞的公廁 但問題 有一些人可能會說 你不同年代創作也不同 你現在這個年代 好話不好聽賣物 又要的 還有現在你又想打賣另一個市場 去回到小朋友看 你做Bill Fighter是沒有問題的 甚至要再數前些 G 高達 X 高達 Ring Gundam 嘩 當年G 高達 其實我猜那個被人罵的程度 有機會不相差 其實 看完之後 大家就G 那個放過去 看完H之後 大家是不會放過 又是訪博 這是唯一分別 所以每個系列 我覺得都有這個萬年 topic 但就要看你自己是站在原作派 還是站在任去變的派 因為以前我跟阿新叔說過 在高達的方面 你應該覺得 那些新的東西 你有時候不是這樣玩 我覺得沒問題 你用高達的名字 但之後怎麼玩都可以 我自己是偏向你 用得別人的牌頭 你在某程度上 要保留 他的某些風格在裡面 除非你敢說到 像你剛才所說的Bill Fighter 他由開宗明已經跟你說 其實他的世界觀跟你是完全不同 他已經抽離了我們以前看的東西 變成了一套真正的動畫 在一套動畫裡面的動畫 那你去到一個這樣的世界觀 你重新建立一個東西 我能夠接受到他 我會覺得重新建立一個東西 你只要不像龍珠全身進化 我就可以了 就是你出來 我小小這樣 那些混蛋 但是你前設 或者設定了東西 你只要出來 一批這樣的東西給我吃 你不要太差 我就可以了 因為我要求低 我告訴你 那去到龍珠全身進化 那試過Jergon棒 我就不行了 但如果你說去到 哥斯拉這裡 我看完出來 都不算Hard feeling 我也沒有Hard feeling 其實 但我不特別喜歡這件事 或者 我們吃飯之前講到的 就有些評價說 他這套是 市場最好的哥斯拉 最強的哥斯拉 我對這一點 我有保留的 就是當你 你的宗旨和以往的哥斯拉 是有若干的 變根之後 那其實 就好像 你經常說 你把新舊哥斯拉放在一起 請大家說的話 都不同 其實也不知道怎麼請 其實因為 我小時候叫做 有看哥斯拉 所以我 從電影宣傳開始 對那個什麼 史上最好看的哥斯拉 這句話 我本身是很反感的 我不是想說 這套哥斯拉不好看 我看完之後我OK的 如果他出碟 我可能真的會買一隻 會儲 但問題是 我覺得 你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我舊的哥斯拉 我對象 是年齡層 不是現在 你來戲院看的那一班 他真的對回 社會上 給一些年紀大一點的朋友看 相對 小孩子有一層 但他始終可以 固埋一層 可能爸爸拋小孩子進去 要見到有些怪獸 在互抽 抽得很厲害 可能相對來說 有時候有些訊息 是不會放得那麼多出來 或者不會放得那麼白 就可能會叫做 收藏一些 你大人GAP到就GAP 然後小孩子 看那兩隻怪兔打 就會很開心 所以我根本 你的對象年齡層不同 你拍出來的東西 是正常的 第二 我覺得budget也是會不同的 因為我深信 當然我找某個資料 就去那些budget 幾個幾個 但是我會覺得 你這個其實 可能請一下 足夜內鋒加麻石人尼尾 有機會那個 片酬高過以前那些很多 所以感覺上 你無論在製作那方面 還是對象那方面 其實有多不同 所以強行把它拍起來 我覺得其實對 現在這一套 還是舊的那一套 都不太公平 而且他不停在推銷 什麼最好看 那些 對於以前作品的粉絲 怎麼說 那是粗口 感覺有點侮辱的感覺 因為我是喜歡以前舊的 所以我聽到這句話 我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這句slogan 其實也有一點反感 就是你無緣無故 用G高達 然後說史上最好看的格鬥高達 那這套東西是打格鬥的 以前那些不是埋身肉搏的 你沒得說的 所以這件事 我會有一點反感 即是你說網球王子 是史上最好的格鬥漫畫 那些 以前龍珠有點收皮 但我猜龍珠的粉絲應該贊成 我不會啦 我不會啦 說笑 但其實我不知道這個項目 會不會有一點早 始終講開又講 我對另一件事 感覺有點不太好 對出來的評價 就出來開始 有些兩群粉絲互鬧 那種感覺出來了 即是好像有一群就會鬧 搞錯你 你這套東西 兩隻怪獸 不只抽一隻餐 不是有些怪獸出來 怪獸大致打餐 有些人這樣罵 然後有些人就說 你這群人都傻了 你當了怪獸片 當然是不行 那現在基本上 就有這兩類連絡出來了 但基本上我兩類 我都覺得有問題 首先第一類 那別人 你說不是怪獸大戰 那我覺得 你也要給導演 有創作自由 去自己做一副 許想表達的事 的歌詞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你本身 就不能這樣去插別人 而第二 說你這群人 整群傻了 有什麼理由 就是有什麼理由 當怪獸片 看幾個政治片 看就算了 那問題這件事 就是掛哥斯亞的名字 那別人 不是每個人都會看完影評 看完評語 才會入場看的 那變成有些觀眾 可能帶著想看怪獸片 的心情入場 其實我覺得 又不能怪他們的 那所以我覺得 不如這兩類言論 都說 大家輕鬆一點 算了 不要經常罵來罵去 我會覺得是 一個文化的問題 因為 我想 當他是怪獸片為前設 而入場看的人 都有藥光在 始終是哥斯拉 我不能夠說他們錯 但是 回歸回我 剛才提過的 就是其實哥斯拉 一直來講的文場 不是小的 一直都不是的 只是荷里胡那套 他的文場 是放在前線做給你看 是看著美軍 一路走一路 一路走一路講的 所以你不覺得他很文場 還有舊的 會有一件事 就是他以前 怪獸大戰的幾幕 你會很深刻 你會很記得 他打了幾幕 所以你會把怪獸的部分 放得很大 可能大家片場差不多 其實我現在只有七三是一樣的 根本 應該差不多 根本文場 以前不是很少 但以前可能很多人 開電視看 他可能見到他 一群民場戲 就拿桌面的高達 先玩 你幹嘛玩高達的手 是這樣 我來飛下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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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上下上下 其實是經過了十幾年 你這麼多年沒有歌詞 大家習慣了一些荷里活式 從早上爆到早上 我真的覺得不奇怪 我進場打算是這樣的 而且以前小時候 你的電視看 你真的過去文場戲 你自己去玩 你玩過到他 看他打你 你才坐定看 你不是好像錯覺 以前那些打得多一點的 回憶是美好的 阿蛇那件事 你始終近年 是荷里活 神經病 你看過變形金剛 你覺得好像 你覺得這部影片 是完全不入流的 你覺得要幾分鐘爆一次炸才行 你現在那些大作 是被Michael Blade養慣了 就算是Michael Blade 你只是看你Advanger那些動作場面 都多很多 太多了 這個是事實來的 這個關係 這樣就 時間都九個字 不如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那一節 再可能講多一點 裡面有關的設定 又或者可能再講一些 sid track一點 例如音樂 或者各方面 甚至大家套一下租都OK的 不如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 震過斯拉 我在燈佩服 佐尼 是 中療 剛才應 中文字幕——YK